我們大概就已經把資料給抓取下來了 所以抓下來的資料就長這樣 但是會有另外一個衍生性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這個地方很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它的格式好像跟網頁上面的不太一樣 哪個地方不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家運股它主要的地方是說 它這個年度是放在這個地方跨欄之中 然後一月份剛好跨幾個呢 跨四個欄位 二月份也是跨四個欄位 有沒有 三月份也是跨四個欄位 那變成說如果我今天下載下來 因為它沒有下載資料的時候 沒有所謂的跨欄之中的概念 所以變成怎麼樣 我如果要自己把它補上去的話 該怎麼補 所以其實那幾個地方很簡單 第一個 把一月份的把它 這邊再把它怎麼樣 插入四個空白的 也就是說我今天 假設我今天一月有沒有 一、二、三月 那不對啊 應該是一月在這邊對這四個 二月對這四個 三月對這四個 對不對 那可是問題這邊怎麼辦呢 其實你有個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程式不會寫 你可以用什麼 錄字聚集就好了 那錄哪些聚集 一、把一月份後面 這三、後面插入三個空白的儲存格 那怎麼插入啊 很簡單嘛 選取這三個嘛 然後按右鍵 插入 然後呢 它問你說你的 儲存格是要向下還是向右 當然是向右啦 所以把現有儲存向右嘛 有沒有 然後這三個 按右鍵 插入向右嘛 OK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邊插入三個 這邊再插入三個 然後 這邊呢 這邊要把它往右擠吧 因為好像黏入有沒有 黏入在哪裡 黏入在這裡 開盤 它變成開盤位置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就是在開盤這個地方 也在按右鍵 插入一個什麼 空白的儲存格 然後怎麼樣 向右移動就好了 有沒有把它擠到右邊去 按確定 這樣就OK了 好啦 基本上 當然其他你要再合併儲存格 那可以再另外 可是你想說這樣怎麼做 程式如何寫 其實我跟各位講 啊 用 這個Excel的好處是 你不然用土法鏈 要不然你如果經常信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錄字聚齊嘛 像剛剛我們不是有把這個動作做一遍之後 錄字聚齊 那錄完之後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喔 我有把錄完的結果 放在雲端上面 那第一步的話 就選取什麼 Range C1到E1 因為其實主要是 我剛剛做的動作 我把它再 再把這邊縮小一點點 有沒有 C1到E1 我剛剛做什麼 按右鍵 插入什麼 一個儲存格 一個儲存格 向右 那錄下來的程式 基本上就長這樣 第一個 它先select 這三個 有沒有 這這個 然後呢 select之後的話 會有一個selection selection 插入的話 就是insert 那向右的話 呢 就shift 等於 XL to run 然後要不要 copy origin 要不要 這個 複製 沒有啦 所以後面這個 其實這個語法應該可以把它砍掉 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我錄下來之後 如果不就123 這三個動作就OK了 應該是插入一個 二月份才插入這個 所以這一段的話是這裡 G1到I1 有沒有insert 甚至其實也不用 你可以上面 會的話 其實自己再把它複製貼過來 在A2的地方有沒有 insert就這裡 所以喔 這個做完之後 其實就有程式啦 所以喔 你可以把這三 這個錄完的程式有沒有 把這個 直接呢 弄一個sub 然後用call的方法 或者是把這個程式貼到底下也可以啦 我希望是這個 把這一段 Ctrl C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剛剛的程式的下方 這裡 那我建議是 這個sub 因為你錄製的話 應該是會在另外一個模組 你可以把它call到底下 那將來的話 你用call就可以 call什麼 後面它這個sub後面的名稱 什麼名稱呢 插入空白 儲存格聚集嘛 就這樣子 OK 這樣子的話 就大功告成了 也就是喔 如果你 後面假設還有一些格式不會的話 我覺得喔 利用那個VBA的好處是 錄製聚集 不會寫沒關係 那這樣就差很多啦 不然的話你說 使用Python的話 有什麼差別 其實第一個啦 Python裡面沒有Excel 所以你資料放哪裡 放資料庫吧 第二個的話 如果你還要再移到Excel來什麼 你再用Pandas 再匯出 然後第三個的話 如果你要再修改格式的話 哇 那又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 所以我覺得啊 你不如直接在這邊做就好了嘛 結果一不一樣 結果一樣啊 而且反而更簡單 那為什麼不在這邊做就好了 OK 所以有些東西啦 就是盡量的話呢 你在選擇工具的時候 盡量不要自掌麻煩 好 最後做完之後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把它RUN一下喔 所以 剛剛的這個地方做完之後 我一樣呢 讓它再去 再去跑一下 所以這個 這個程式 做完 最後做完的話 把它這個 RUN一下 F8 清除掉 然後一樣就下載 讓它等5秒鐘 然後呢 再去抓取 OK 然後再去抓這裡面的資料 那抓完資料之後的話 我這邊先設個中斷點 讓它全部跑完 好 跑完之後 剛剛的東西 有沒有 我這邊還沒改嘛 我可以先錄製去期之後 然後讓它執行 有沒有 這邊 這兩行 就這個 其實你不會寫沒關係 錄製就好了 這邊插入一個空白的 OK 好 這樣的話 就大功告成啦 OK 所以喔 以後不會寫的話 可以錄製 另外的話 順便講一下 因為喔 一般我的習慣是 我看到 錄製的結果 程式 比較冗長 我就忍不住 我就要把它縮短 那你想說 這個地方還可以怎麼縮短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要簡化 以後我看到 Select 跟Selection的話 其實Select 其實可以放一行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你指的那個東西 Select 就指的是那個東西 它就是 它就多一個 物件叫Selection 那你不如怎麼樣 直接喔 可以把Select 跟Selection刪掉 中間留一個點號就好了 意思就是它啦 就它了 那你不要是 我先指它 然後給它一個名稱之後 再說就是它 那是太麻煩了吧 OK 就直接就它就對了 所以以後喔 如果喔 你要簡化程式的話 以後的話 就是喔 不用Select 之後多一個Selection 你就是什麼 直接那個Range就對了 針對那個Range 去做什麼事情 就不用 那為什麼你想說 那為什麼還多再多 主要原因是 因為我們錄字聚集的時候 是用滑鼠 那滑鼠不是會點嗎 所以它是把你那個 點擊的動作錄下來了 OK喔 所以主要的原因 應該跟滑鼠有關係 但是如果你一般 在自己寫程式的時候 你是不用考慮這一點 直接那個Range就好了嘛 OK 所以喔 以後的話可以這樣把它改寫 OK 所以你會發現 本來六行的話 馬上就變成只有三行 有沒有 這樣應該簡化很多 第二個的話 一般呢 如果你這個Insert後面 冒號等於這個 其實如果按照順序 給它的參數的話 Shift冒號等於這個是可以刪掉的喔 OK 所以喔 以後的話 假如你不想這麼麻煩的話 有沒有這個 這個Shift冒號等於 你如果按照順序給它的參數的話 那這個是可以不用的 那這樣程式感覺又更清爽一點點 因為我的習慣是這樣喔 程式能夠越少越好嘛 看起來才會比較清爽嘛 不然的話 有些時候 程式多了一大堆 感覺就看起來就覺得很 心情就會受到影響 那當然越少越好 程式越短越好 對不對 OK 大概可以改成這樣 執行會不會有問題 基本上應該沒有問題 結果都是一樣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第一